Yo,Sup,大家好,我是Samo,欢迎来到Samo的地名线 今天要开箱的是,这两个宝贝 我们先开箱新版的一元棒,Candy Boom Z吧 中国产,原本我是想找韩国产的 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所以我就买了 还有这个一元棒的一个小故事 本来呢,我是想在去年TWICE来吉隆坡开演唱会时买的 但是我去到那边的时候竟然玩了 我下午一点去的也,就玩了 超级无语的 记得我直接去日本的购物网站,订购回来 这是Candy Boom Z的包装很用心 包装外就显示出印元棒的造型 最外层是透明印制塑料盒子 中间还有个彩色圆圈,代表着TWICE的官方颜色 慢慢的把最后一个盒盖打开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印元棒的正体了 盒子里面有一张很长的说明书 一条让你挂在印元棒上的手绳 还有就是我们的印元棒啦 当然就是附上尾部的电池盒啦 灯的部分是LED 把手的部分是银灰色的涂装 尾部还有一个Z的日体 代表着我们的新的Candy Boom Z 再来我们开箱我们一代的印元棒Candy Boom 这个版本的包装是桶装的 单单说包装就和新版的不一样啦 打开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印元棒加底座 还附上一个小盒子 盒子呢就装着我们的小小的说明书 白色的尼龙手绳 还有一个尾部的电池盒啦 灯的部分也是LED 但是不是核心版的一样是全面覆盖的 而是在底部而有 而是在底部而有 把手的部分是白色 尾部还有Twice的日样 这个版本我最喜欢的就是底座的部分 只要插上USB 就可以单程小月灯在使用啦 在我们开始比较两把灯时 必须要连接上我们的APP哦 嘿嘿我的手机就不要看了哦 旧版的话打开后是白灯 而新版的打开后就是我们的官方颜色 只要连接上APP 颜色就可以自行更换 就连亮度也都可以随意改变 不仅如此 运元棒还有不同的模式 第一 PRODI 第二 Twice 第三 Candle 第四 Theropy 第五 Colory 虽然模式一样 但是色彩上面跟亮度上面 新版的就略显明显和柔顺 新版如果电力不足 什么模式都会只呈现红色 所以记得要装上新的电池才行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很重要的实验 一代的底座到底能不能点亮二代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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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Southern 1 5 1 100 7 2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